鬼灭之刃中朱氏小姐是继你豆子之后第二位心存善意的鬼 当初她向炭治郎深以援手的那一刻 观众们便已经猜到 她毕竟是主角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伏伴 而随着情节的发展 朱氏小姐也亲口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在炭治郎与朱氏的交谈中我们得知 早在200年前 朱氏小姐就已经自愿被无产变为鬼 但在那之后不知是何原因令朱氏小姐与无产彻底反共 在逃离期间朱氏被摆脱无产的掌控 故将自己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改造 并从体内剔除了无产的细胞 成功脱离无产掌控的朱氏 一直在隐秘行踪 于能安身之处后 便开始筹划自己的复仇计划 期间朱氏不仅真正无产 和其他恶鬼的血液细胞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还曾凭借自己的研究成果 成功将失患绝症 前面不久已的御史郎变为鬼 在遇到炭治郎后 不仅得到炭治郎的认可 还达成了协助研究的故事 最终 朱氏小姐不复仇望 终于研制出可以抑制血鬼术 伤害的药物 血鬼平和将鬼恢复成为的药物 其实 以上这些内容 无论在动画还是暂画中都曾提到过 但是对朱氏小姐为何自愿变鬼 和朱氏小姐与无产反目的原因 却并未给出明确的交代 这不禁让观众的越发了好奇 但始终未能寻得答案 直到 无限成片后 朱氏小姐的秘密终于被揭晓 然而答案确立我们感到心痛 200年前 朱氏小姐还是人时因身患绝症 而一直卧床不起 自制命不久已的朱氏渴望 能亲眼见证自己孩子的成长 然而一直被病痛折磨的她 根本见不到所谓的希望 就在朱氏将要任命的时候 无产出现在她的面前 并允诺可以帮她实现愿望 但条件是变成她麾下的鬼 为了能见证自己孩子的成长 别无他法的朱氏 果断答应了无产的要求 随后将无产赐予的鲜血 一隐而进并成功变为鬼 但接下来发生的是确令朱氏毁灭终身 初次变为鬼的朱氏 在强烈的饥饿感的驱使下 已失去全部的人性与理智 犹如一头饥饿的野兽般 将力转伸向自己真爱的家人 并将其分世 亲眼见证朱氏首任家人后 唯有时无惨就像什么 也没发生过一样扬腾而去 只留下一时清醒过来的朱氏小姐 呆坐在那里 当时 朱氏看着眼前的一切 亏就与鬼恨充斥着整个心灵 泪水也随之又出 自暴自欺状态的朱氏 放任着自己的实血本性 而当他双手沾满无故之人的鲜血时 他终于在无尽的杀戮中醒悟 当朱氏意识到所有的一切 都是被鬼舞食物惨所害的时候 他最终决心像这个 害他家人的魔鬼复仇 最终 朱氏小姐与鬼杀的联手 不仅帮助蝴蝶忍制作 紫藤花毒复仇同魔 还研制出抑制血鬼术 伤害的血鬼亭 以及恢复成人类的药剂 直到无限程之战 朱氏将人类反环药剂 打入五残体内 克制了它的能力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大家记得留言让我知道 我是阿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